拿出年終考評單 在私立大學任教的喬老師 很氣憤 努力教學一整年 年終獎金 竟然只有0.5個月 我們私立學校老師的工作 超過公立學校 好幾倍真的 我們在這邊那麼辛苦 換來的就是 我們年終獎金0.5個月 原來每個系所都有固定配額 整間大學兩成老師 根本領不到年終 更離譜的是 攤開考核項目 除了教學評鑑之外 還有細物貢獻度 像是招生人數都會列入 教授痛批 領年終竟還得綁招生 我連續三年都領到0.5個月 算你的年終獎金 是包括了教師評鑑的成績 那教師評鑑的成績 就有很多的項目 是跟招生有關係的 所以老師都花太多的時間 在跟研究教學跟輔導學生 沒有關係的行政工作上面 教師淪為業務 教學品質不爭反將 前世行大學校長賴鼎明也投書 教師為了搶招生 還得到高職勃感情 甚至綁人費三千元不夠 還得自己加碼 招生的壓力 或是有這樣業績的壓力的話 我相信對於老師的專業 還有學生的學習的部分 會造成一定程度的衝擊 私校要老師當業務 但卻發不出年終獎金 不只影響教師工作權 也犧牲了教學品質 東森反映新聞劉沛九尤數在台北 全都報導